中国海军这回搞了个大新闻 据官方报道说 海军辽宁舰完成年度实战化训练 安全顺利返回母港 后面跟了一句 说在南海某海域 辽宁舰山东舰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 然后就发图了 在图里边 我们一看这是太刺激太高兴了 这图里边有两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山东舰 三艘055万吨大驱 五艘052D导弹驱逐舰 一艘05C导弹护卫舰 两艘901综合补给舰航母奶妈 然后这歼15咱们数了一数 有32架 有在天上的 有在甲板上的 而不用说这么大规模的海上舰艇编队 这水下一定还藏着咱们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这个照片真的看得我是新潮澎湃 咱们人民海军发展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这样漂亮的宣传作品 给大家看了 这回的亮点 那不用多说第一件事 首次双航母编队演练 这个作用和意义嘛 首先两艘航空母舰并不是单纯的1加1 两艘航母的编队规模更大 作战能力显然不只是1加1 我们首先说双航母编队在防空作战 这样的自卫作战中间 它所用的舰载机数量 其实和单航母编队是差不多的 但与此同时 双航母编队航母数量加倍 舰载机加倍 可用于攻击作战的能力不止加倍 所以说双航母编队首先是1加1 大于2的意义 其次 歼15B在这次照片中间 首次是集体高调亮相 天上飞的 舰上趴的 32架歼15中间 至少有15架 是使用了这个 低可视的这种灰色机头的 歼15B型战斗机 歼15B型战斗机 也就是我们之前习惯说的歼15弹射型 它一方面装备有弹射型 未来可以在福建舰上进行弹射型 另一方面 它在这个航舰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机头使用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在作战性能上 已经和美国的超级大黄风舰载机 看齐甚至还有超出 第三那不用说了 全世界有能力搞双航母 亮双航母 拍双航母的国家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那真是屈指可否 你要努力算 美国 英国 印度 意大利 可能就这四个国家 能够拿出两艘航空母舰 给你拍个照 而如果要算上 舰上30多架固定一舰载战斗机 那么这个时候 英国首先开除 印度可能也要开除 意大利大概率还得开除 于是乎天下英雄 唯使军御操 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建设 展示和使用这么强大的双航母编队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这就是我们今天地位的最好印证